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 我們就開始囉 拜拜 地址归 总训 地址归 圣人训 守孝替 赤锦信 犯爱众 儿亲人 有余力 折学闻 路折笑 父母呼 应不缓 父母命 行不懒 父母叫 须静听 父母折 须顺沉 东折温 下折静 沉折醒 昏折定 诸必顾 反必面 居有常 业无便 事虽小 物散为 狗散为 指道亏 物虽小 物失常 狗失常 轻心伤 轻所好 立未去 轻所悟 仅未去 身有伤 疑轻忧 德有伤 疑轻修 轻爱我 孝河难 轻真我 孝芳贤 轻有过 见史根 疑无色 柔无身 见不露 岳父见 豪气谁 踏无怨 轻心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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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有疾 药仙伤 轻心伤 轻心伤 要先尝 昼夜室 不离床 三伤年 常悲夜 居处辩 久肉绝 商尽礼 浸尽尘 适时者 如适生 出折替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财物轻 愿何生 言于忍 奋至敏 握饮食 握座肘 藏者先 幼者后 掌乎人 即带教 人不在 即即道 称尊掌 勿乎明 对尊掌 勿陷能 陆玉掌 其屈一 掌无言 退功力 骑下马 陈下居 过犹带 百步于 长者立 幼物作 藏者作 命乃作 尊掌前 身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屈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疑 世诸父 卢是父 世诸兄 卢是兄 请 朝起早 夜眠时 老义至 洗纸时 尘必惯 尘必惯 尖漱口 便尿回 折尽手 官必正 扭必结 挖于旅 聚谨窃 至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至误会 依贵节 不贵华 尚寻分 下乘家 对饮食 勿简哲 食事可 勿过哲 年方哨 勿饮酒 饮酒醉 醉为丑 不充容 力端正 医生缘 拜恭敬 勿见欲 勿必倚 勿积聚 勿摇闭 缓接连 勿有声 宽转弯 勿处能 职虚记 勿直赢 勿虚事 勿有人 事物忙 忙多错 勿未难 勿侵略 斗闹场 学物记 邪辟事 学物问 将路门 问熟醉 将上堂 生毕阳 勿问谁 对已明 不与我 不分明 用人不 须名求 躺不问 急为偷 借人不 急实还 后有急 借不难 信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唯其事 勿令巧 尖巧语 惠乌池 事谨弃 切戒之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是非疑 勿清诺 苟清诺 苟清诺 净退错 凡道志 众浅书 不及及 不模糊 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见能散 即失其 众去远 以见机 见人恶 即内喜 有者改 无家谨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 当智力 落衣服 落饮食 不如人 故生期 闻过怒 闻欲乐 顺有来 顺有来 亦有劝 闻欲口 闻过心 直量事 见相亲 无心非 名为作 有心非 名为恶 我能改 危于无 唐掩事 真意孤 犯爱重 凡事人 皆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信高者 明智高 明智高 人所重 非貌高 财大者 妄智大 人所福 非言大 己有能 无自私 能有能 无清止 无惨不 无交平 无厌故 无喜心 人不闲 无视角 人不安 无化扰 人有短 妾莫皆 人有失 妾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知 欲失勉 良人恶 即是恶 即知胜 或且作 赛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凡许语 贵分小 予宜多 许宜少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及数矣 恩欲报 愿欲望 报愿短 报恩长 待毕福 身贵端 虽贵端 持而宽 是福人 心不难 礼福人 方无言 亲人 同事人 泪不齐 留熟众 人者稀 果仁者 人多味 言不慧 舍不昧 人亲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不欲望 不欲望 无限害 小人尽 百事坏 于立学文 不立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但立行 不学文 认己见 魅理真 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信接药 方读齿 物目笔 齿味中 比物起 宽为谢 谨用功 功夫道 至社通 心友谊 谁杂技 旧人问 求确议 防释清 墙必尽 计案节 笔案 莫模篇 心不端 知不尽 心先病 烈点及 有定处 独看必 还原处 虽有及 卷素其 有缺坏 旧补知 非诚书 禀物事 必聪明 坏心智 物质报 莫智气 胜与贤 可循智 大家好厉害喔 第一次就可以念完了 今天我们来上第一堂课的地质规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上这一本地质规 它看似很简单 可是要做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师父上人曾经说过 他常常在法堂都有提过地质规 其实我们不依这些规矩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一些方圆 所以这一些比喻我们自己做事就需要一定的法则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一把规矩的词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圆真正的画得很好 那就很难在成就像我们要跟师父上人学法的成就圆满的佛道了 所以这一本地质规看起来是非常的基础 可是它却是很重要的 那你看喔 我们现在社会已经到处 我们一翻开新闻就会看到很多的道德轮上的事件 有没有 还有暴力事件 然后有一些人伦悲剧 然后最近啊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几天的新闻 其实我没有在看电视的啦 只是刚好跳出来看到有一个爸爸杀了他妈妈七十几刀 好可怕喔 然后他的小孩子在旁边看着 历历在目 真的太可怕了 然后你看五年前有一个事件 是不是也让人家 让你们应该印象很深刻吧 正捷的捷运的事件 他随意随机的杀人 其实那个已经我们的社会的那个道德伦理观念 已经非常的沦上了 对不对 然后前阵子也爆出一个新闻就是 有一个青少年 他其实三十几岁 不算青少年 他在他吸毒 然后把他妈妈的就是砍掉头丢到中庭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喔 在一审的时候其实是无期徒刑 可是到二审居然判他无罪 然后法官说 因为他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犯的罪 所以没有罪 那因为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提出来呢 是因为有学生来找我讨论 老师那以后我们想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就去吸毒 你看这多夸张的价值观耶 然后我说不行不行 这是这件事情真的有问题 我只能这样跟学生沟通 不可能你这样子做一做你没有罪 可是你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罪 你有业在喔 这不行的 但是那个孩子还算不错也听进去 他说对啊 我也觉得很夸张 怎么会是无罪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打开电视 我们所有看到的媒体 手机 现在其实非常难控管 你不要看的讯息都自己跳出来 然后我们的心灵就很容易就被污染污染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大人没有一个定见 其实孩子做错了 我们自己做错了也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古时候的 有一句话 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啦 离义廉耻 他是不是讲说 国之视为 视为不张 国乃面亡 其实现在不是国家面亡 我们自己在家守的本分都没有做好 所以他不只是对国家 对我们自己置身社会 对我们在家里 学校的环境 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离真的很重要 那离是什么呢 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我们要规矩的态度 我们才不会逾越自己的身份 那我们对师长尊重 我们对同学友谊 那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呢 都知道本分 而不会欲举的话 对人 对事情的态度 你就会柔和 然后谦虚 然后常常反攻自行的情况下 你的礼数是对的 那你将来一定是 人见人爱的好学生 对不对 那你看你有礼 你懂得看到师长 你要敬礼 那你会习惯养成 我们要尊重别人 可是现在很多学生在学校 我们一直在跟他说 你看他老师要敬礼啊 他们其实很随便的 就走了 没有那个概念 那这个不用再跟他强调的话 其实他随便久了 他出社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高中生 或者是大学生啊 其实在社会新闻里面都会讲一些 哦不一定是最高学府的 那个学校出来的学生 就有人会雇佣他 没有 大部分呢 其实有一个研究 听说在社会上做事能力强 然后又比较知书达理的 大概都是班上第十名 他们有一个统计 然后我在想哦还好还好 我们都没有考太好 也没有考太差 第十名 然后我就想说 诶对因为他的抗压性也够 对他已经习惯没有在名列前茅嘛 他抗压性是够的 所以这个礼貌 如果我们从小到大养成 才不会到我们现在长大了三四十岁 有时候还会被人家说 哦你好没礼貌哦 可是我们自己又不自知 那个叫没礼貌 所以我在想说 有《地址规》这本书 可以让我们遵循有一些礼法 古圣先贤的经书 可以让我们来看完之后去学习 其实重点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做到 对 那礼义廉耻 义就是什么 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大家应该都背过嘛 我记得我好像高中背了很久 写作文很有用 可是要做到 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有想到 这些这么重要 自从跟师父上的学法之后 突然间 对哦 我怎么都没有做到 对 我下面会讲一些故事 那意识真正当当的行为 我们就会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 什么事情不应该做 就像弟子规有告诉我们了 物见欲物必宜 对不对 物遥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坐姿态度要 坐姿的知识 习惯要养成好 我们将来出社会 是不是大家才会 对这个学生 对这个同学 觉得他的行为取直 正当 他就会跟他 就是比较能够受人尊重 所以我们那个行为 你是展现出自己个人的人品 所以义很重要 义就是什么 合宜的行为 不是像我们以前 以前那个 有一些体系 我跟你很讲义气 那个义哦 不是 对 那李毅连 连是什么呢 连清清白白的辨别 我们要去辨别是非 我们要辨别是非邪证的能力 然后连最基本的呢 就是连结 清连的人 不然的话 像我们现在社会到处充斥的 就是有一些贪污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什么该取 什么不该去用 不义之财 我们绝对不要去用它 对 那耻呢 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习惯犯了过错之后呢 他们就会去狡辩它 或者是闻过是非之后 久了 就会觉得没什么感觉了 其实这个耻字 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耻不是我们教了你就会的 而是自己要内心里面 真的去沉思 去探索 我有没有吃这个事情 有的人认为说 没有人知道就好了 我做这个坏事 可是真的有一句话 要记得 人你做 听你看 真的就是这样 好 那像其实我现在在学校的 教育单位里面 其实毒品真的很严重 像有的时候 他们就会包成咖啡包 那学生喝习惯了 他们去外面的补习班啊 会有人送他们咖啡包啊 梅子粉啊 还有棒棒糖 都有毒品 那时候我的学校 还有药头 学生 那他们到后来都会 骑摩托车都要藏在摩托车里面 其实都会有警察来抓 所以我这一次一开学 其实教官又开始说 你们班 全校他会补茶 你们班有谁 有义状 晚上不睡觉 白天来学校一直睡觉的 然后两个黑眼圈 黑黑的 有没有 教官都会开始追 那我们喔 我住的地方是海县 海县那一块 公庙体系超严重的 我们那边真的有药头出现 然后高职高中生 学生就会回来跟我说 老师我跟你说 那个上课他们都会打pass 然后就问你要不要 那有一次我们有 真的有去 因为我朋友当那个警官 他就说他需要去找 可是他们真的很厉害是 隐藏室在学生里面散步 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没有去报告老师 或什么 他们说他们也不敢讲 然后后来有偷偷去跟警察讲 后来有去查一栋房子 可是也没有查到追证 对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流入我们的那个社会里面 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孩子啊 自己本身就知道说吸毒不好 然后自己有定见 那他又有读地质规的话 地质规不是有教吗 身有伤疑亲忧 得有伤疑亲羞 对不对 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吃了伤害自己的身体 我们就达到一个孝顺的基本 然后因为我们懂得这些要孝顺的道理 我们就不会去碰他 对要想办法也要克制 不要去接受那些人家的那个礼物 然后去判别 那孝经也有说啊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孝之时也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 最基本最基本的 我真的觉得孝顺 只要这个孩子懂得孝顺 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就不会因为自己要满足自己 然后就造成别人的困扰 所以现在很多孩子 我们从小从到大 我也有哦 所以我要改进 所以呢 孝开始的时候 他会不会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多为别人着想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比较自我 什么都是我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如果没有满足到他 其实有没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小孩子在就是小的时候啊 我之前是去百货公司 都看到 怎么小孩子在地上滚来滚去 我想说天哪 怎么会有这种事 真的很多哦 后来呢 我就尽量 我还是要注意一下我自己的分寸 怎么可以让孩子在外面 为所欲为呢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太过于 就是满足太过于多了 然后没有办法去克制 有时候是已经没办法克制了 那我们在这时候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 格物置之 就是要止欲 那止欲 其实弟子归也有教我们哪一句呢 其实有一句也很重要 依贵节不贵华 尚寻分下乘家 对不对 那这个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那边的 也算是比较传统的教育 那从小我刚生小孩的时候 就好多长辈都来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哦 那个以前我叫怡君 他说怡君你一定要让小孩子 穿别人送的衣服 就是旧的衣服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样子 他以后才不会 轻断轻塞 然后想哦好好好太好了 然后他们就送了一大堆衣服给我 所以我们家的衣服 是有名穿到破掉 跟烂烂的 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演戏 要演乞丐 我就直接拿来给他 昨天给师兄看的时候 师兄吓一跳 哇你们家的裤子 真的可以破成这样 的确是哦 我们大概穿到高中 然后国中的时候 其实 我有个小儿子哦 他有在现场 他大概国小三四年起 长得跟我差不多高的时候 我是很早就这么高而已啊 然后他 我刚刚跟我一样高 身材一样 我就把我的裤子 拿给他穿 衣服拿给他穿 因为我以前 我曾经很曾经很久很久以前很瘦过 然后就胖了很胖过 哦所以我们家衣服有很胖很中很瘦的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很瘦的衣服 那时候我都穿不下 我就给他穿 因为没有丢掉嘛 然后我发现他也很可爱 女生的哦 旁边还有个蝴蝶结 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小小卡通人物 还紫色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穿 现在换回来我穿的啦 因为他长大了 我瘦一点点的 然后他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哇好神奇哦 真的是长辈教我们的是对的 我没去用他 我真的省了一笔制装费耶 然后孩子到高中 其实有一次裤子破掉 然后跟我说 妈我裤子都破掉了 然后你可不可以买新的给我 我说好好好我们去买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补一补又可以穿耶 然后我就不足的跟我去买菜 然后在路上我觉得哇好棒哦 有一个我们那里院里超有名的羊羊哥 羊羊哥就是一个流浪汉 因为他每天都一直抓 我们跟羊羊哥很有缘哦 然后羊羊哥那天穿的衣服 哇更破 那个裤子已经拉到很下面去 然后还会脱到块地板的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他的裤子比你还破耶 然后他还敢穿出去耶 我觉得我蛮崇拜他的 就是一个那个啦 然后后来我儿子就说 好啦那你拿去补一补 我再穿好了 然后到了 到了大一的时候 其实他才开始真正开始花钱 自己去买衣服 因为他要表演活动嘛 然后就是人已经在外面了 他就会跟我 他连买衣服都会跟我报备 妈我可能要买什么衣服 你可能怎么样 那我觉得那还不错 他都还会跟我讲 所以我们家一家四口 我们的衣橱可能就 就是很少 一两柜而已 还有加函冬天的衣服 跟夏天的衣服 然后真的蛮神的 这个真的 然后我们家的鞋子也是一样哦 我们大概一个人 就一双和两双 然后弟弟更可爱 他的那个鞋子每次都穿到 拇指头的地方是破掉 然后尾巴破掉 然后都是别人来跟我说 叶佩琪 你可不可以买鞋子给你儿子 我说 他就没有说要换啊 然后 可是看起来真的是很破耶 我说没关系啦 后来是我公公来跟我们住的时候 你也去买一箱 我说好好好 那我就会来问我儿子 你还可不可以穿 可以 他就说可以可以 他到什么时候受不了 下雨天的时候 他说妈 我真的鞋子都会 跑水进去 然后几乎从国中到高中 他都是这个样子 他只有今年啦 今年我真的 你自己需要 你就自己去买 他就才拿他的红包钱去买 他第一次自己买鞋子 然后后来我们的亲戚 我们家都说 那个如果是我儿子 那个鞋底磨一点点 就开始挨了 走我们来去那个什么 来去哪里 来去买一双新的 所以他们家连鞋柜都是好几柜 然后我想说 还好我们家不用 吓死我了 然后 我有个朋友啊 他也超爱买东西的 然后他之前跟我说 他是月光族 然后那时候 我听不懂这个名词 大概十几年前 月光族 什么月光族 他就每月到月底 就花光光啊 我说啊 你真的会花光光喔 后来有几次 因为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他跟我出去 诶真的耶 走到哪 看到哪 买到哪 然后最后呢 还放在我们家 为什么 不敢带回家 他说 我现在带回家 一定会被我老公骂扁 我先放你们家 我有空来带一点一点回家 我说你又买鞋子喔 你家到底有多少鞋子 我跟你讲 我已经有一整柜都是鞋子了 我说那你还买喔 然后他就每次都来我自己说 诶你这件衣服到底几年了 他就来问我 以前我们当小姐的时候 会一起买衣服 他说叶佩琪 你这件衣服 我已经不知道流量到哪里去了 过了二十年了 你还在穿 我说 啊就可以穿啊 然后我就觉得 这是 这个可能就是习惯啦 习惯 那 可是下一个呢 时事可悟过者 地质规教我们的这一句话 这个我就要检讨了 因为我从小在带小孩的时候 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 呃老年人都会说 啊吃牛肉 这会大汗 结果我老大 哇吃到已经肚子 就是我觉得胃秤太大了 小 国小的时候可以吃一个三明治就好 可是呢 长辈疼他 就会买两个给他吃 外加杯饮料 然后傍晚 诶肚子饿吗 吃什么时候饿 吃一直吃 然后到去隔壁邻居吃饭 好阿姨都特别照顾 一碗就好了 都会特别炒饭 都炒个 人家可能一碗八十块 他可能炒你两碗八十块给你吃 超级疼他们的 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诶真的就给他吃吃吃 吃到我现在老大 真的撑得太大只了 一百多公斤诶 然后我觉得好可怕哦 我到高中的时候 我想怎么办啊 这么大只 然后 呃 又喜欢吃 就是吃到饱 才才满足 那那个时候 就又流行什么 你知道吗 吃到饱的餐厅 啊 我都快晕倒了 那个所有的亲戚每次要聚会 我们去哪一家吃到饱 我后来到跟师父学法的时候 我都会害怕 我不要吃太多了 我们福报吃光了 吓死我了 而且根本吃不下去 还在撑 真的还在撑 后来我就一直跟我儿子说 欸你们可能就要改掉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 真的很不好 你不只是吃太多 对身体不好 对 然后后来 最近我就是在 有时候 请教师傅的时候啊 师傅就说 其实我们自己要定件 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 我们还是要跟他一个规定嘛 然后我就后来又跟我儿子说 如果你晚上要吃 小野麻烦你 就买一颗馒头吃 他一开始回应我说 怎么可能 他已经那种 那个美食在前面 怎么可能只吃一颗馒头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们要练习 我们不练习 我们都每天摊 想要吃那么好 那我们也没有那么富裕 要让你吃那么多餐 后来他有一天 我真的没有给他很多生活费的情况下 他有一次就赖我说 妈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餐 我今天的宵夜 真的只剩下一颗馒头的钱 我说那好棒 他就说他真的有忍住 然后去吃馒头 然后暑假来回到家里 其实我跟他们说少吃宵夜 然后说饿了就去喝豆浆 所以有一次我带他去买菜 他就跟我说 妈我们去买豆浆 我想说 哦他有听进去 不过呢 习惯要改真的很难 现在都已经大学了 而且又受到外面 环境的影响 他们有学长 学弟 学姐 学妹子 晚上他们要工作 就会有人送宵夜来 然后我就说 好吧 你要想办法自治 我也只能告诫你 对 所以呢 十四可悟过哲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经验 我真的觉得我很难改他这个习惯 所以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 我真的觉得像师父上的 你教我们的 三分饱七分饱就够了 所以我也自己在练习这个 就是不用吃太多 那其实我老大有一次真的 瘦了十几公斤啊 顺便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 他怎么瘦下来的知道吗 因为他高三 学车一考完 然后他就去告白 告白失败 你知道多惨吗 哭到不行 没办法吃东西 我好开心喔 他居然可以开始少吃一点了 整整瘦了一百公斤 瘦到剩九十几公斤 已经快到八十八公斤了 那时候有很多旧的衣服 又可以拿出来穿的 真的很棒 可是后来去上大学 嗯 又开始 又开始吃了 所以觉得蛮伤脑筋的 对 所以呢 其实只要我们是对的观念 其实有时候师父下人跟我们说 我们真的要自己想办法 契机又契礼的告诉他们 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一开始在接触师父的法的时候 我会想说 诶我在学校教学 然后师父都说 好好好是是 对对对那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教学生 我怎么跟他们说 我怎么生气 后来我才从师父上人那边 学到原来是对的 我们虽然外表看起来生气 可是我们内心里 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我只是为了帮助他 为了跟他讲他这件事情是错的 所以我告诫他 可是我 我就跟他讲完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 或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话 我几乎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 这就是我们外表 看似生气是为了他好 教他用的 不然那时候我一直很难辨别 因为我自己的妹妹也是老师 我们两个就在讨论说 啊 这样怎么教学生啊 怎么办 难道真的是像以前讲的 爱的教育吗 都不能打不能骂 可是我后来真的发现 没有打没有骂的小孩 除非他姿子真的很好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要让他知道说 有分寸 这一件事情 对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如果我们自己做的好 其实我有感受到一些 一些好的能量的那个影响 就是我们真的就像 师父上人之前跟我们讲的 一一抱会随着正抱转 反而不是我们一直要跟小孩子 沟通 教他们的那个状态 因为有时候他会觉得 我们太杂念了 他也不会想听 那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做好 我表现给你看 然后孩子愿意跟从就跟从 没有的话 其实我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缘在一起 可是呢 我已经跟你讲正确的 你不愿意做 我们要各自承担自己的后果 这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在跟师父上人学法之后 也比较 都是遵循师父上人所教我们的 然后我该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对 那 有一觉得也蛮神奇的事 奇怪以前都这样生活 都没有发现自己做错事情 然后自从跟师父上人学法 然后听 我才突然间感受到 对师父说蚊子不能打 我突然间觉得 对他就是生命 那蚊子不能打这件事情 其实我的习惯 我以前蚊子不能打 是我不太想打蚊子 是因为有血在我手上 然后我都会交给师兄打 然后呢 我几乎都不打蚊子 我自从嫁到他们家去 我不打蚊子的 我刚嫁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们家的窗户 是没有纱窗的 这样你们可以知道蚊子有多少吧 然后他们家超多 都是电纹牌 我都快吓死了 我说他们这样 啪啪啪啪 我都听了好难过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 我不喜欢打 他们会处理 然后晚上睡觉 他们都是专门起来 打蚊子的 然后我那儿子很可爱 他有一次很小的时候 婴儿的时候 他会突然睡睡起来 然后听到啪啪一声 他就会起来说 哦蚊子哦 哦好 他就睡了 然后我不喜欢打蚊子 也不喜欢打蟑螂 所以 但是我居然 我不是因为那时候 他是生命 我没有感受到那个状态 我只是因为我不喜欢 可是后来 听到师父上人开示之后 我才领悟到说 哦 他就是生命 然后我就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那有一次 我回娘家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要睡觉的地方 我就把 我就看到他上面 哇有一只好大的蚊子哦 那因为老年人 你一开始要跟他讲 不要打蚊子哦 我的亲戚都没有办法理解 他说 他叮我们很痛耶 又会很痒 搞不好还会得 那个日本脑炎什么 他讲得很严重哦 我说 我就说 那我公公 公公公公不会啦 爸不会啦 可是他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回娘家 我就跟我爸爸讲说 爸你这样好了 你跟他那只蚊子说 你等一下要飞下来 我会带你出去 我不会杀你 你不要叮我好了 因为老年人最怕晚上 被蚊子吵醒 后来那一天 我就这样跟我爸讲完 不到十秒钟 蚊子就飞飞飞飞飞到我面前 然后我就直接用手把他hold住 hold住哦 然后我爸就觉得 你说真的假的在你手上 我说对啊 在我这里了 我爸就 我说爸你帮我开前门 我们大概走了十几步 才到前门 我爸就帮我开门 我就把他放出去 这是我爸第一次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可能跟蚊子讲话 他会听 那其实这在我自己的家 我已经尝试很多次了 我都是用塑胶袋 所以我们家有专业的塑胶袋 有没有人需要 我可以下个礼拜拿来送你们 因为那个塑胶袋是 已经放了二三十年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塑胶袋是软的 它那个塑胶袋是透明的 然后是厚的 你把它打开之后 蚊子在这 你这样轻轻的 齁他就会因为害怕 往上飞 你就卡住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抓出去 然后有一次 我就跟我爸爸分享完 然后还有好几次 就我这一次 我爸爸来大道院里 下一次等视频出来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 他自己起来分享说 嗯 师父你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我现在的蚊子都不盯他了 他说蚊子都不盯他 他说他在开店的地方 也没有纱窗嘛 然后客人来都说 奇怪 你的蚊子怎么都定客人 不要定主人 然后我爸就说 就不打蚊子啊 然后后来我爸就印证了这件事情 他真的觉得不打蚊子 蚊子真的不会被盯 那师父有说 那是能量问题 我们的磁场问题 这是真理 对 那我后来在我自己的家 也好几次 有家长来找我 然后蚊子就飞飞飞飞到我手上 那个家长大家都会很好心 直接我帮你打 啪 要下去的时候 我说停停停停 你不要打 你不要打 他还没有动嘛 我就说我把他带去窗户旁边 我就走了大概五步路 打开 然后就出去 然后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好几次就是你只要跟他说 我带你出去 我没有要 我没有要杀你 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想说 好妈 没关系啊 布施你一次 师父不是说他可以活七天 哇 那你又布施啦 然后来这个家长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他那天跟我说 其实我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说 这些老师是怎么办 然后他真的觉得太 他说蚊子不是在怕吗 后来有一次他在我们家庭院跟我聊天 听说他回去蛮惨的 都是蚊子 因为我们家外面有那个花园嘛 然后我没有 我都真的没有被咬到 然后前阵时啊 就是我在家里就是 会有蚊子进来嘛 然后后来我刚好在不知道跟谁讲话 我们正在看法堂 然后师兄在看法堂 我再跟一个好像学生家长沟通 就一次蚊子已经钉到我脚上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痒也没有痛 然后可是师兄在旁边看着好紧张 几分钟了呢 你怎么都没感觉 我就说啊就没有感觉啊 不用管他 搞不好只在那边休息 后来呢 我就走回到位置上 开始要看法堂了 然后师兄说 蚊子 蚊子又来了呢 他们会紧张 我说啊没关系 要喂他吃一顿好了 可是那只蚊子真的好大一只哦 看了实在太明显了 后来师兄真的受不了 一直说蚊子 欸蚊子 我想好吧你既然那么不专心 我就起来 我就说 我就跟蚊子说 欸我带你出去啊 你不要动 其实那时候我想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因为脚是不是要走路 蚊子怎么可能在你脚上停留那么久 他会害怕啊 就没有那一天我真的走路 他还在我脚上 然后就走走走走 大概有七八步 门开出去 我再走出去 再把它稍微动一下 他就走了 然后我后来看 欸到底有没有种 都没有种 后来我在想说 欸原来我们的心啊 就是让人家 连蚊子都会觉得 我们不思给他的事 他没有恐惧 他不会因为我们一个洞 他就哇飞起来的状态 所以以前晚上睡觉有蚊子 师兄都会起来打 现在都不用 我们看到蚊子 哦照睡 就那个心出来之后 从此以后 我们晚上就没有感觉有蚊子 即使你有看到蚊子 也没有没有受到他干扰非常大 就对了 那这个其实在 呃 我们在做布施里面啊 其实一个很重要 一个小小的生命 那这个是我们在 呃 所以呢 我后来体认 体认一件事情 真的是 霍福无门为人至招 我们的心念真的不纯正 我们常常有那种残忍的心 或者是不够 呃 不够有爱心好了 我们简单讲 不够有爱心的话 其实真的会招惹很多很多 不好的自陷阱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是蚊子啊 那柜子 那个椅子的 那个蚂蚁 其实我一开始带新的班的时候啊 然后教室 因为我住的是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重建 那我们教室有很多蚂蚁 那后来学生呢 就很顽皮 就会拿水去灌 去灌蚂蚁 然后我 我后来知道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我想说你们怎么会做 这么粗暴的行为 后来我就跟他们比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晋级的巨人 晋级的巨人其实很残暴 就是很很大的巨人 去欺负小的人 就像我们人类 那我就跟学生说 你蚂蚁就是那个小的人类 我们大了 我们这些人就是那些 晋级的巨人很大只 你可能随便动了一下 就让那些小小的人类很不舒服 你喜欢你们家 突然间有人灌水进来 把你们灌满吗 你就家里淹水吗 后来他们就感受到不行 所以就会变成说 我就说你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不是说害怕 害怕之后 就要把他们杀死 然后我们就说用糖糖 把它放在窗户边 希望这一群蚂蚁可以出去 后来我们的生物老师 教生物的哦 他说叶沛琴老师 这样太麻烦了 我可不可以送你一瓶什么 杀虫剂 我听的时候吓死了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谢谢你 然后我不好意思 我就跟他讲 我说他们是生命耶 他说可是他造成我们人类的困扰啊 我说哈 好吧我可能理念不合 我就只好不再跟他说这件事情了 对 然后后来他只觉得我 嗯嗯嗯好 但后来呢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是 又有同事跑来跟我说 叶沛琴怎么教你们班的学生 他们好可爱 他们在厕所啊呀呀叫叫什么 他说老师说不可以 呃不可以杀死这些蚂蚁 老师说要小心 老师说要什么 然后去上厕所的女老师快要笑翻 然后说这个班是国小吗 怎么老师说老师说他们都有停进去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只是告诉他们就是生命 结果他们真的去扫厕所 小心翼翼 真的很小心翼翼 然后为了那些蚂蚁不敢去踏到他 也不敢去乱冲水 对那我就觉得那还不错 因为其实小孩子 我们要给他正确的 对啊我们的确 我以前真的也错了 抹布一来就啪就杀过去了 这完全没有感受 现在不敢了 所以现在不敢之后 又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是我们家的柜子 我有一天突然间打开 哦我吓死了 全部都是那个蚂蚁蛋 白白的一粒一粒的有没有 然后很多蚂蚁这样钻钻钻 然后我其实现场只做一个动作 我就啊医生快吓死了 然后我说怎么办 然后我不能用膜布去擦他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跟他们说 那可不可以请你们自己搬家 我实在是不想要去动你们 我真的就没有动那一个柜子 然后我就把它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隔天哦 到小屋好像想说 那看他们还在不在 我去打开那一刹那 通通不见了 我也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他们都不见了 然后我就问我们家的阿令 阿令是照顾我阿公的一个外姬 那个 她说没有我没有动我没有动 因为我叫她不要杀蚊子 不要杀蟑螂 她现在已经练就一身好功夫 她也知道用塑胶袋去抓蟑螂 跟抓蚊子 对 真的蛮不错的 然后呢 昨天 今天礼拜天嘛 礼拜五 有一个妹妹在我们家玩 然后我们家地板 都是一样会擦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她就在地上玩那个拼图 那她才四岁而已 然后她就玩玩到一半 就跑来跟我说 老师 地上有蚂蚁 我说 哦有蚂蚁那你要小心哦 好 然后说 那我要跟她说什么 我跟她说 我不会伤害你 然后把她带出去 我就接你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个 我都忘记了呢 她说 你怎么知道讲这句话 老师 你之前跟我说的啊 我说 哇你记住 所以我现在发现 小孩子纯真道 你会很感动耶 后来我就叫她拿卫生纸 然后让她爬上来 她就在那边 让她爬上来 爬上来 爬完 之后说我们把她放到花盆旁边 你继续玩你的拼图 她说好 老师我真的要跟她讲 反正一直在学我讲话 我想说 原来小孩子都是学大人讲话 这个孩子真的超可爱的 下一次有机会 可以带来这边 所以呢 其实我们 嗯 自己已经是长大成人了 那我就 其实我很多礼法 也是自从跟师傅上人学了之后 才慢慢知道 那想说知道之后 我就要认真去做 然后真正去付出 就是我们都不求回报 就像刚刚那个妹妹 我也没有想到说 她她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自从真的在一年半前 我真的就是每天都可以很开心的去过日子 因为我已经觉得 我不要有太多的自己 所以我该怎么做 我就去怎么做 去很认真的去做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最高价值定义的地方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所以其实《地子归》呢 是一本很简单 可是它很重要 因为这一本既然是列为经典 对不对 那经是什么 经就是道路的意思 就是我们均循这个道路 典呢就是典范 那我们很好 是我们有一个师傅上人给我们的典范 所以大家真的是心有仪 谁杂记 对不对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的再去请义师傅上人 对 那因为我们师傅上人有说过啊 我们都不是阿罗汉 所以我们自己所认为对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都是错的 所以我都用这个概念在生活 有时候我想了一件事情 有可能是错的 我就不敢笃定的去说 或笃定的去讲 我还是希望同学们 我们自己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 宏盛师傅上人 我们就去跟师傅上人请义 对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经典 可以依循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陷入 贪嗔痴慢疑恶贱的状态 我们很难去辨别说 是非邪正 那这时候怎么办 其实经典就是我们在家 在学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依循 那其实不知道大家的年纪 跟我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有一个印象是以前 那个立法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新闻 到我现在还记住 而且我还记得那个立法委员的名字 租什么证的 大家记得吗 他是第一个在立法院 开始打人的那一幕 哇历历在目 我到现在已经直入我的脑里 看怎么样把它放掉 当时如果没有我妈妈在旁边跟我说 不可以这样 那很多孩子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是不是就觉得 哦 我很冲动 我打人 没关系 就很容易这样 然后后来我那时候觉得 大人可以打架 而且是公开场合 那个 还有那个录影出来的状态 现在学生超多有这种情况 我不高兴 我冲动 我打人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很多妈妈就跟孩子说 像我们班有个孩子的妈妈 因为她从小没有爸爸 她就跟孩子说 出去如果有别人欺负你 你就要把打回去 我国义接到她的时候 我吓死了 我就跟妈妈说 妈妈这样教孩子不好 因为以后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她的时候 怎么办 她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了 然后我那天就跟师父亲一 其实她还不错 她有在念地质规 后面我会讲 结果你知道袁呢 我一直劝她妈妈 她妈妈一开始会烦我们 你们学校怎么规定那么多啊 我要保护好我儿子的权利 连我们学校有新建的大楼有 有那个电梯 她呢 就不听学校的劝 自己跟同学去搭电梯到楼上 然后后来主任看到 就把他叫过来说 你们是哪一班的 为什么自己可以搭电梯 电梯是给老若妇 跟载东西的时候用的 孩子就跟他讲 就直接冲那个主任说 学校有电梯为什么不能做 我们有付学费啊 我们有付什么费啊 等于说他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后来我就跟家长讲 家长也是说啊 老师啊 不然你们学校有电梯做什么 我后来想说 我就慢慢跟他讲来说 其实这个是给需要的人用的 然后他有电费的问题 那孩子这样子 跟主任回答问题也是不对的 这是没有礼貌的 然后后来妈妈 他一开始都没有办法领悟 后来我就 我就慢慢跟他妈妈讲讲 讲到后来 他妈妈稍微可以接受 已经过了半年了 然后最近这个孩子 也转学了 因为他会去公庙 然后他有一些状态 因为他爸爸已经很早就过世了嘛 然后妈妈去台中上班 都没有自己再教育他 我就跟他妈妈说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很危险耶 因为他最近的行径 阿嬷已经管不住了 后来妈妈也很 就是发现问题说 对这个孩子变了不行 然后后来都对我很有礼貌 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老师你就跟他讲这样子就对了 我想说他已经吃到苦头 他现在知道 已经没办法再去教育他了 后来我就跟师父说 师父其实 这个孩子跟我还不错 可是他最近 跟他妈妈聊完之后 妈妈也决定要转学 那师父就说 这就是一暴水的正暴转 因为我们的能量场 我们不用再受这件事情 牵制住 然后他妈妈是他的妈妈 他要负起这个责任 然后因为他愿意要 为这个孩子负起责任 他也要把他带在身边 对 只是现在变成他妈妈 要比较辛苦 那我跟他的语言 就因为这样 然后也让我 不用再每天早上 还要烦恼他 怎么还没有来学校 因为他都会迟到 他晚上会去公苗 对 然后打电动 就是完全都不是一个正常学生的作息 对 所以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也很可惜 因为他在我们班 其实算 后来都还算蛮进入状况的 对 然后还好他妈妈 他愿意也负起这个责任也很好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社会事件 那也不算社会事件 快了 因为他已经在公庙会喝酒了 会喝酒 对 那 他呢 他的状态其实就是真的 已经到后来很容易冲动 就去惹事情 有一次他还会再把公庙的习俗呢 带到我们教室来 因为他会把椅子 然后绑成像神教一样 然后在教室就开始 我们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教室有铁刷 我铁刷是给他们美术课 要刷那个铁器用品的 他居然拿起来 往自己身上一直敲 啊 我的天啊 他真的把他敲流血了 后来我跟那个护士说 不行我们要通知妈妈 一定要带他去看 就是去处理后续 好妈妈才知道 失态真的很严重了 还是要把他带着 那这就是一个 我们在学校教育里面 其实如果我们老师 并没有很正确的观念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跟家长沟通 其实我们还是会就是这样过去了 因为很多很多老师 其实会不想要负很多的责任 对 那 嗯 其实我们学校 其实蛮多事件的啦 你们OK吗 我太惊讶了 我最近有个 一个也是算好朋友 然后他因为他们班上的老师很 就是情绪上比较有障碍 然后他就会规定他们班的学生 就是他教任客班的学生的罚险 比如说有时候五遍 十遍二十遍就造罚 其他心意是好的 是要帮助同学读书嘛 可是这个导师跟学生他没有办法接受 结果呢 这个导师就跟这些学生去跟 学校的教务处 学务处去抗议 抗议啊 然后说怎么派这样的老师给我们啊 那时候就想说 嗯 师傅说我们的生活周遭 都是我们的自限禁 对不对 后来我就有劝这个同事说 我觉得你好像 像我会习惯教我们班 尊重老师就好 然后 你跟他们一起去跟学校抗议 其实 改天你们班真的出问题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不会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的师傅教我们是让 让进天下 折得天下嘛 那他就说 不行啊 那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轮到这种老师来教我们班 然后他就有点生气 然后来我就想说 你不是教国文的吗 国文不是都读过什么 三字经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啊 可是他说那是拿来读书考试用的 他就直接这样回我 我说哦 好吧 那就很像弟子规教我们的什么 不立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真的没有办法去帮助到这个社会 然后结果我讲完之后没多久 我真的发生了 他们全班上课的时候 就会不准时上课 然后让那个老师进到教室 他只没半个人 那你没半个人 他是心情就会不好 后来他又跑去教室 说这个班的行为 学生的行为举止不好 可是老师还大大大地说 没有啊我们只是扫地扫慢一点进来 结果你知道吗 后来这个班的学生非常的目中无人 就会上课的时候 直接跟老师说 老师我们不想给你教 请你出去 哦 我就觉得说天啊好可怕 我就一直劝我这个同事 我觉得你还是要让他们有一些礼法概念 你有没有想 你记得那个立法院跟行政院他们吵架的状态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教坏的 那师傅有讲过吗 我们老师好像都会下第十九层地狱 后来这个老师更可爱跟我说 他知道有第十九层地狱 我说啊那你知道哦 他说对啊 可是他他只是要聚以力争 他只是觉得他是对的 可是我现在发现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真的 好后来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只能偶尔跟他提一下提一下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育的单位里面 所以可想而知 我们很多家长会认为学校教育很好 对不对 可是以我身边周遭真的好多有状况的老师的状态下 其实真的不能靠学校教育 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家庭教育 我们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小孩子在家里的时间特别多哦 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去遵循正确的理法跟规则 我们自己就是要去以身作折 所以因为以前我们都会靠学校靠学校 可是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完美 因为老实说这个社会已经让我们养成自私自利 我们的自私自利其实孩子看久了 也会学着自私自利这个问题 所以我其实就会很感慨 但是我在学校都不会讲这些啦 我们还是要向师父上人教我们的广结善缘 所以至少说他们还愿意来跟我聊一聊他们的状态 所以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就会跟他们讲 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先做个沟通 因为我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代表 就是要去跟校长沟通的那个成员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 好吧 那我们照理法 我就会照师父上人教我们的理法 我以前都不懂哦 以前我们教师会的那个会长 就会直接跑去校长室跟校长直接拍桌 然后建议很多我们教师的建言 那我不是我自从接这个任务之后 我就是跟第一个我就先打简讯跟校长报备 请问校长什么时间有空 我们可以约见面 然后我要跟你们跟校长沟通 我们这些教师有发生什么问题 要跟校长协调 然后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来哦 然后后来校长就也算还蛮尊重我们的 就这样礼尚往来 真的 从此以后 我们其实后来我们这一票都是娘子君 以前都是男生比较多啊 进去就拍桌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哈 你们要选我 我真的不适合讲话的人 后来我就照师父上人教我的 所以我后来去帮忙协调的事情 几乎大部分都有成功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校长也会知道 我们也是尊重他的 所以后来呢 会比较忙了一点 等于所有的会他都希望我们去参加 所以连学校到后来的标案 然后所有性评 教评或什么什么 我都要去帮他们参加 那只是因为我都是照师父上人教我们的 所以人家会说 那我们来学法 是不是要放掉所有我们身边的人事物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那边厘清 因为我想说 我如果不去做他 对我来讲真的轻松很多啊 我可以好好地用心在这边学法 可是 呃 可是师父说 我们的业在家里的状态下 那我应该要想办法先去把它完散 那我完散了 我不要有疙瘩之后 我又可以二六十钟在法上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在学法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今天刚好有缘跟大家分享 目前来协助上地址盔这件课程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地址盔 因为今天没有桌子啦 所以比较不好意思 那 呃 这一本算是 也算是不错的典籍典范 所以现在的课程里面啊 都会有那个内文跟一个框框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们要带笔来写 就是我们不要在那个经文旁边写附注 我们都直接在框框这里写 所以我今天我会播几堂课 来跟大家 呃 谈谈我们在学理学法的状态 然后我们都会在讲解地址盔的内文的时候 你们可以把重点写在这些位子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上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